Hello 各位網友大家好 又是我David 今次跟大家見面 今次就跟大家講兩個話題 首先第一個就是關於學校 學校第二講 因為很多網友都問關於學校入學的事情 其實之前都講了很多學校的資料給大家 但有一些資料都還是要講給大家聽 因為其實英國的學校是有種類分的 另一方面就是會跟大家講一下 英國的樓宇的類型 以及英國的治安問題 這是另一個網友交給我的問題 我想大家都應該有興趣聽聽 首先跟大家講一下這個學校 其實在英國目前來說 有兩種學校 第一種就叫grammar school 我會稱呼這些學校 叫精英學校或者優新學校 另一種就是平常的modern school 其實grammar 我說它是精英學校 你可能會覺得grammar不是文化嗎 其實是相對的 為什麼叫grammar school 因為以前是英國有一種學校叫做technical school 叫做技術學校 或技能學校 但是現在已經在英國已經收皮了 已經再沒有這一種的學校 那要講回英國人的歷史 其實是在英國戰前後 大概五六十年代左右 那時候其實在英國是有這三種學校 就是grammar school modern school 其實modern school是普通的學校 那就是平民化的 通常是平等權利的任何人都可以進去學習的 還有這個technical school 以前在他五十年代之前的英國 你要入grammar school 和technical school 是要考試的 就是你要有這麼想的成績 有這麼想的成績 那才會收你 但是modern school就不用了 modern school就是一個平等機會的學校 但是後來呢 到了英國的五六十年代 是轉變很大 因為那時候戰後 而工人階級是抬頭 那變成了工人都兇了 那工黨的勢力就開始是無聲了 那時候工黨就認為這個世界上 不可以有等級之分的 學習應該是有一個平等的權利的 那所以呢 令到政府立了法例就是 那些學校他們不可以 用任何門檻去選選學生 收哪些人 那從此之後呢 英國的很多grammar school 就得不到政府的經費底下 那他就變成了私校 所以現在英國人有很多私校的 就是那個原因 而technical school呢 為什麼他會收皮呢 就是因為 那時候呢 其實grammar school和technical school 都是要考到進去才可以讀的 那但是呢 那些人呢 如果讓你選擇之下 你要付錢 或者是 有一個門檻 才讓你進入的情況之下 你都會選擇grammar school 因為 technical school school 當時的英國的technical school 學的是什麼呢 不是現在我們所理解的技術 現在我們所理解的技術是高深一點的 譬如你IT是一種技術 你整車是一種技術 你建築是一種技術 你醫藥也是一種技術 但是以前的英國那個年代的技術呢 就是純粹 那個範圍是 農業啊 或者建築啊 一些採礦啊 年金啊 這些比較低下層工人階級的職業 那時候的人呢 就會通常普遍都有種選擇 就是說 都是要考進去 都是要做同一個這樣的測試 那為什麼我不進grammar school 去學習做上等人 去學習做生意 去賺更加多錢 而去學習這些技術呢 是沒有 就是不平等的嘛 那所以呢 後來慢慢之後呢 這些技術學校呢 就慢慢失眉了 那就變了呢 grammar school 就被政府 除了到他呢 就變了做modern school 那所以呢 在後來的七十年代 到九... 到... 到二千年了其實 到二千年呢 都是... 就是全英國的地區呢 除了私校 是可以維持grammar school 還有其他的都是... 都是... modern school的啦 那但是後來呢 在... 二千年打後 我忘記了多久了 總之這近十幾二十年呢 就保守黨政府上台 就改變回教育的政策 那呢 就你可以自己去做grammar school 或者呢 去... 去做一些宗教學校啊 同樣地 要說一聲就是說呢 以前呢 因為平權 那些學校呢 是不可以有宗教背景的 就算你最初的辦學團體是基督教那樣為例啦 那你後來呢 要拿政府經費的時候呢 你都要切割的啦 都是不可以在... 校裡面宣揚這些宗教的思想意識的 那呢... 啊... 但是呢 因為保守黨政府上台啦 那又把政策呢 改變了 那改變了之後呢 現在呢 的辦學團體呢 可以在校內宣傳一些宗教上的東西啦 所以呢 就很多人呢 很多回... 因為回教人是... 是很有錢的 英國 那開了很多回教學校啦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呢 grammar school 也是... 原本有些... 是做了modern school 他就轉變回到grammar school 或者有些私校呢 他轉回到政府學校 因為他經營艱難 就是依然可以做grammar school 自己... 定立這個修身的細則 但是其實一般來說 這個重點啦 一般來說呢 grammar school的修身的重點呢 就是... 我之前也有跟網友說過了 就是要考進去的 那考什麼呢 譬如說 如果你是由小六星中一的這樣的情形之下 那你就要考個市 叫做11 plus 那11加的市 那譬如如果你是差班生 那怎麼辦呢 那... 就要看看那間學校 那間grammar school 有沒有學位 那他有學位的話呢 你都要考一個 叫做譬如你是中二的 你要考一個12 plus 中三要考一個13 plus 如此類推的 那... 那... 你考了這個市 就可以有一個成績公佈了出來 就給學校看 然後學校呢 就認為你合不合格 就收不收你啦 那這些就是grammar school的入學條件來的 那... 然後呢 這些這樣的11 plus 12 plus 的市呢 其實是在外面辦的 就不是那個學校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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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一般的情形來說,Grammar School的條件就是考這個試 這個試是由一個獨立的機構去經營運作的 那你就要自己私人去考的 例如你的小朋友小六的時候 自己去找這間公司考了得終於成績的時候 就拿去給Grammar School去看 然後考這些試,主要是測試什麼呢? 除了英文和數學之後 他也會測試那個小朋友的創意 和重點是他的分析能力 即是他的頭腦清不清醒 一般來說,很多網友都會奇怪 為什麼我之前講過Grammar School Grammar School的事情我講那麼少呢? 就是因為那個原因就是 我認為如果你剛剛是拿著BNO過來的小朋友 那可能要做這個測試的時候是有困難的 因為語言上的問題 還有你可能你英文過世了 你還要用英文去考一些創意 或者分析能力的試題 其實是比較困難的 老實說,數學這件事我不擔心香港的小朋友來到是考不到的 但是呢,另一方面呢 有些朋友可能在香港讀一些很厲害的學校 譬如讀著喇沙,喇沙,黃忍,華忍,聖心,聖吉喇沙那些 那些我以前讀書時代是同一間學校 因為很不幸運,為什麼我無端端中學就入了一間名校 神經 那時候同一時期,其他認識的中國人 就是香港來的朋友,他們很厲害的 全部都是名校來的 就是他們一落到地呢 他們的英文是很誇張,是啪啪聲的 就是我認為他們是有資格考這些 但是那個問題呢,就要想一下 試一下模仿的 就是如果你的小朋友在香港都讀名校 英文的水平OK的話 其實可以一試去考這個事 看看能不能入到精英學校 但是其實那個前例就是要那些精英學校 本身他們有位才可以收到 但是你要明白,這些學校它經常好的時候 每一年呢,都有很多人去搶這些學位的 那同時間你都可以理解到 如果你擦班的情況之下 其實未必那麼容易找到一個 對的學位給你的 所以其實是兩重門檻,又要考試 又未必有學位給你 那Modern School之前說過了 那要說回就是說 一般來說Modern School 修學生就是,有問過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挺好的問題 所以跟大家再分享多一次 就是你要去進入Modern School 首先你要有一個固定的地址 而且要跟Cancel 登記了說你已經住在那個地址 這樣讓Cancel有你的資料和寄信給你 最重要的一件事 Cancel第一件事就會寄個Cancel Tax的 單給你,就是地水單給你 但是呢,可能都未必會這麼快 但是起碼他有你的資料之後 你就可以馬上在Cancel的網站 申請一個帳戶 然後幫你小孩子報小學 另外一個條件就是 小孩子一定要在英國 那通常我會建議 網友說 你看中了一個心儀的學校的時候 你打電話去問那個學校 你有沒有位置 然後再決定你搬不搬去那個地方 租不租那個地方的屋 或者是買不買那個地方的樓 因為有時候如果你是買了那層樓 租了那間屋的時候 你才發現 哦,原來那個地區 我想要進入那間學校 是沒有位置的 那就真是浪費聲氣了 沾了眼睡 所以就是 你要確定那個學校有位 你才搬進去 接著呢 就申請 但是你一確定了有位 如果那個學校是好的 那你就真的要趕快了 學位不是那麼多的 英國 OK 那 申請學校的時候呢 那個流程是怎樣呢 首先呢 你就是 上去Council的網站 通常一般Council是這樣的流程 就是你上Council的網站 接著註冊你的資料 填下你的住址 這樣 接著呢 所有的資料已經填妥了 你有一個帳戶的時候呢 那你就可以去 做一個叫做 叫做 叫做 入學的 application 那 做這個 application的時候呢 他就會 問你 你可以選三間自願學校的 然後呢 你選了之後呢 那 Council 隔不久之後呢 大概二十天的時候 通常呢 他們的工作時間是怎樣的呢 是要開了學 或者是一間學校 是在辦公的時間 裡面呢 他們就二十天內決定的 那 但是如果那間學校 他不是在辦公 玩房間的時候 他沒有人做事呢 那政府基本上聯絡不了 那間學校呢 他是答覆不了你的 所以一定是 正常的情況就是 開學的時候 才可以有人答覆到 收不收的 那 如果 假設你報三間學校 而三間學校都沒有位的話呢 那 政府就會告訴你呢 最近哪一間學校是有位 你可以進入那一間 然後他會發資料給你啦 那 當時你是可以想一下 究竟進不進這間學校的 就是你會看看 那一間學校是否符合你的要求和條件 如果你不打算進入那一間學校的時候 你可以 問回政府說 我不喜歡那一間學校 那還有沒有其他 學校選擇呢 可能是別的區啊 或者是遠一點啊 這樣的情形 那 當你選擇了對的學校的時候呢 那 你就可以跟政府說 你想進入那間學校啦 然後政府就會通知學校 然後叫學校聯絡你去確認 辦一些入學的申請啊 或者填表那各方面的 那我其實呢 到了這個家庭的時候 就很快可以回到學了 那另外一方面呢 有網友呢 都問過私校的資料 因為呢 他看到他 希望去那個區呢 那就 無論是grammar school 或者這個公立學校 都應該是沒有位啊 或者是比較難入的 那所以他就要做最壞的預算 那他就問一些私校的資料啦 那私校的入學方法 一般來說呢 是要聯絡回那間學校本身的 因為呢 收身資格是他自己定的 即是不是別人定給他的 那 那譬如你公立學校這樣呢 是政府定啦 或者是grammar school 自己和政府協商了而決定啦 那但是私立學校呢 是自己管理自己的情況之下呢 就你要直接聯絡一下 問回他們的收身標準 還有任何學位 那呢 有些學校呢 是私校來說呢 都是比較嚴格 比較高級的話呢 他都會要你考一些 11 plus 或者12 plus 或者更加多的士 有些呢 可能甚至會 發覺你是外地來的 這樣呢 就會叫你考英文士的 這樣啦 一般私校的學費呢 大概一年是 12000磅 至25000磅 為什麼這麼大差距呢 因為其實私校 有高有低的這些 有些私校是可以很差的 就是不是跟大家開玩笑 有些是很厲害的 你那些人搶著 付錢他他都不收的 是不是 那但是一般的情形來說呢 私校呢 是分三個學期的 那就是 九月至到十二月啦 一月至三月啦 三月至六月的 那通常分三個學期的 那呢 每個學期呢 大概一般平均的學校來講呢 就是四千多磅 左右啦 那所以一年算下去呢 就是十二 一萬二千到一萬三千磅 或者一萬四千磅 左右的 那呢 現在說一年學費 大概多少呢 其實呢 他們不是這樣來給學費 通常啊 那有例外我不知道啊 通常私校呢 給學費呢 是每一季每一季給的 就是他們叫學期啦 叫Terms啦 就是每一個Terms 就是四千多磅 那這樣呢 就是這樣來收費 就不是一次過給的 OK 那OK啦 講完這個 學校的問題啦 那就 講回 有一個網友呢 就問 House 就是排屋 和Apartment 有什麼分別的呢 那House 這裡呢 就假定為 Semi-detached 和detached 就是獨立屋 和半獨立屋 那排屋呢 就是Terms啦 那首先講 獨立屋 和 這個Semi-detached 有什麼好處呢 其實就是說 這些屋呢 就因為 獨立的空間比較多 特別是獨立屋 所以獨立屋 是比較貴的 因為呢 你可以去申請 改動的時候呢 比較容易 有時候呢 那 你家屋呢 有時候呢 你住宅覺得 他嫌不嫌小的時候呢 你可以改建 可以加建 那如果譬如說 你那個改建的面積 是太多 或者加建的面積太多呢 你就要和這個 市政府去申請的 那 市政府就會發信給你的附近鄰居 就問他們 同不同意 有沒有人反對 如果沒有人反對 的情況之下呢 你就可以加建 或者改建的 那呢 通常一般來說呢 就是說 兩米 就是不同Council 不同條件的 有些呢 就是說 鬆一點的 有些就是 一般來說 就是兩米乘兩米 以內的尺寸呢 就 就不用去申請的 但是有些 可能比較嚴格的 就是說 大與小都要申請定的 這樣子 那就要看回Council的規定 但是呢 一般來說 譬如你是獨立屋的 你的自由性會比較大 因為你可以改建 又不需要跟別人同意 為什麼呢 假設一件事 你住在獨立屋 你周圍兩邊的空間 和隔離鄰居的空間 是比較寬 沒有那麼貼的情況之下呢 你在花園那裡 建一間玻璃屋 OK 可能大家不知道玻璃屋是什麼 就是一種 很漂亮的 整個是 基本上加了一間房 但是那間房 就是在花園的 就是用玻璃來搭建的 這樣 OK穩定的 你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就叫做 Conservatory 玻璃屋 那 雖然說那間是玻璃 但是可能都會擋到陽光 假設你和隔離鄰居的距離太貼的時候 可能有時候你建一個玻璃屋 或者你建了一些東西在那裡的時候 你會擋到隔離屋的陽光的時候 你就會被人投訴 那鄰居就可以寫上Conservatory Conservatory Conservatory覺得你不妥的時候 就要你拆掉它了 而這個獨立屋 可以做這些事情的自由度是比較大的 因為你相對來說 你獨立一間屋 快點左右的空間是比較寬 就是沒有那麼貼的鄰居 當然現在很多都很貼的了 但是就是說 譬如說 你要處理走廊的事情 或者你要做一些東西 你都不會影響到人的情形之下 那你就可以放膽 放心地去做 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你住detached 尤其是香港人 香港人說話是大聲 有時候又喜歡麻雀灑落 如果你不是獨立屋的話 經常都會有人投訴 因為英國人對聲音很敏感的 他們是 基本上是很安靜的 那些住宅區是沒有什麼聲音的 所以突然間 你有一套噪音 他們就會很敏感 尤其是那些要翻組 或者有些他們工作要做shift 鄰間那些 他們會投訴到你死 另一方面 同樣的情況就是 我有朋友 他就說他隔離屋 因為他是semi detached 他說他隔離屋 經常都可以音樂 變成是反過來 他經常投訴他 覺得很不耐煩 後悔 他為什麼不弄一間detached 即獨立屋 Semi 也同樣 其實那個自由性 是比較大一點 但是沒有獨立屋那麼大 起碼會好一點 所以樓價的價錢也會好一點 那 Terence 就是之前說了 其實相對應 Terence 兩邊都黏住隔離的時候 第一 你改建是很難 你加建也很難的 你只能向後移動 你不能向旁邊移動 如果你是半獨立屋 或者獨立屋 你可以向左 向右 向前移動 都可以 只要council 容許你這樣做 但是你Terence 基本上Terence 那些屋 前面就已經沒有空間 給你移動前面 因為前面已經是公家地 Terence 通常前面是公家地 即是可以後面 有個花園給你移動 或者左右你已經沒有移動 還有呢 就可能 你吵到旁邊這邊 但這邊又吵到你這樣 那所以呢 就是 不是那麼好的生活環境 尤其是你有小朋友 叮咛棒棒棒棒棒 你又不知道 什麼時候被人投訴 然後呢 然後旁邊被叮咛棒棒棒 你又不知道 頭不頭訴會好 是不是 另一個問題呢 就是呢 Terence 一般都是會存在於一些比較雜的區 但是呢 不是說可以一概而言 有時候有例外的 那因為之前跟大家說過了 Terence 就是 在英國戰後 為了要安置一些歸國的軍人 所以呢 就起了這些 這樣的 排屋類型的東西 來安置他們 那但是呢 這些 很多這些 被安置的軍人呢 他的下一代呢 都是工人階級來的 所以呢 形成 他們這些區呢 都是比較 漏雜 多一些 就是這樣說 但是現在 有些區呢 都是 Telence 可能都是已經很好的 其實 所以 你要看回那個區 你本身 就是很難說的 現在 英國改變得太多了 跟傳統已經是有 脫節和分別的了 那 Apartment 不用說了 前後左右 你不能改建 然後呢 你又 可能會收到噪音 或者有吵人 還有另外一方面就是 那些人不喜歡住Apartment的原因 就是說 沒有花園 因為其實Telence 都可以有一個花園 小小的 那你House 那些其他 不用說了 那Apartment 沒有自己獨立私人的花園 可能你 你下面樓下有不出奇 那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呢 你 住Apartment 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 Telence 和Apartment 有一個分別就是 你鄰居是沒得選的嘛 就是 是不是 有時候你隔壁住了什麼人 不到你選擇 但是 你 譬如你半獨立屋 起碼你 都有一個選擇 就是住 是不是 你都知道 隔壁這樣 鄰居是怎樣 然後如果你不滿意 你可以搬 或者是 各方面 獨立屋 直接不用想 你可以選擇 性是大一點 就是 鄰居之間 有時候有很多爭執 不是開玩笑 是吧 另外一方面 Apartment 就是 就是說 有什麼分別呢 就是Apartment 你要給一個 叫做 Grand Ranch 的東西 譬如 是要除了 Council Taxi 因為地稅之外 你要給一個 Grand Ranch 就是租 租地的 金 租地的 款項 就不是給Council的 是給那個地產開發箱 同一時間 如果你住Apartment 通常都要給Service Charge 就是服務費 就像香港私人樓一樣 所以你的費用會比較多 但是呢 同一時間 物業就會有人管理 譬如你 你可能需要 要搞的 要維修的 是少了 因為你物業外場 可能是 物業公司會幫你管理的 另外呢 那些樓梯等等 他會請人來打掃 下面呢 公家的花園會員 幫你剪草 所以你要 你要擔心 你要處理的 是少了的 但是你House 和排庫就不是了 你就要自己去解決 一些維修性的問題 要自己去剪草 各方面 但是問題就是 如果你是House 通常就是 House 是叫做永久業權 英國有分的 有99年業權 Apartment 通常是99年業權 但是有些房子 都是99年業權 但是後來之後 現在新廳的 都會說 給永久業權 你了 但是你也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發覺 它不是永久業權 是99年的 那你退貸 不要買了 如果House的話 Apartment 一定是99年業權 業權 是歸地產開發商擁有的 OK 但是有些新的 再次提醒 有些新的住宅區 它是House 但它都可能是99年業權 所以要大家去留意 另一方面就是 新的地產商開發的住宅 有些House 它們是要交管理費的 因為有人會幫你 外面剪草 因為可能那個電影公司 它買斷了地皮 然後自己開發 那裡面所有的東西 都是要它負責的 Council就不理 這樣的情形之下 那它就會收回你 Service Charge 就有這幾點的分別 那再說回 這個 治安 英國的治安問題 我要快一點 因為錄了很久 OK 治安問題 一般來說 英國最多的治安問題 就是反社會行為 什麼叫反社會行為呢? 就是一些 十幾歲的年輕人 不是很適性 就會做一些 不知定的行為 例如可能 它會 會 就是 怎樣說 很簡單的 就是 在你家裡 按你的門鐘 走去 這些都屬於反社會行為 因為是滋擾 是不是 打破別人家的玻璃 毀壞別人的東西 看見你不順眼 吐你口水 撩你兩句 那些種族針對性的字眼 扔小孩到人家裡 這些反社會行為 或者 小朋友 去 搞事 偷東西 這些很普遍的 因為小孩不識性 十幾歲的 尤其是窮等地方的地區 所以其實一直都強調 你來英國 選一個 好的地區是很重要的 因為差異很大 如果不好的地方 是令到你很不舒服的 因為 是人的問題 OK 另外呢 就是 暴力 暴力一般來說 最普遍就是家庭暴力 就是英國老粗 兩夫妻 爭吵 一言不合 打架 還有他們的婚姻 家庭概念 英國人 那些 教育不是那麼好的人 其實都不是說 教育不好 一般 現在英國的整體社會 環境都是這樣的 他們 是 對於那個家庭 和婚姻的觀念 是很薄弱 很薄弱的 所以呢 一言不合之後 經常都是打架 會有這個家庭暴力的問題 然後呢 最慣常的 英國最普遍的 腦爆 那就是 入屋行劫啊 或者是 爆洩啊 或者是 扮這個 售貨員啊 或者是 電器 這個 電公司 煤公司 電話公司 敲你門 然後呢 你開門的時候呢 一群人就湧進來搶你東西 打你一身 這樣 這是很危險的 英國呢 另外一件事就是 這些這樣的罪犯呢 如果他是 家庭有人 OK 假設家庭有人 你是很危險的 因為他是 不管三七二十一 打你 打到你殘廢為止 跟著他才去拿東西的 等你沒有 這個 反抗的能力 底下呢 他就方便做事 所以是很恐怖的 英國 如果你假設那個 那個 那些人 那些人 在那裡 尤其是那些 裝售貨員 裝的 衝進屋 腦爆那些 那些 但是呢 一般最普遍的 就是 家庭沒有人 他進來偷東西 這些是尊嚴的 慣犯來的 他們就會常常偷的 會偷的 那些人的出入時間 然後呢 就去 又來家庭偷東西的 那 是很普遍的 普遍到暈的 普遍到 你每次報案 警察是不是怎麼理的 那樣的 所以英國人對於這些 是已經沒有了 你能夠自保的方法 就是買保險 去 保自己家庭 比較貴重的東西 那通常呢 沒有什麼建議 香港人呢 就要省些 如果過來英國呢 就不要太 財不可路玩 不要 又名車 又名標 又等等 英國是不流行這些 就是盡量保持低調 還有呢 平民化一點 買車 盡量都不要買 買這麼漂亮的車 真的 我經常都 老爆之外呢 偷車都是 都是一個問題 英國偷車都很普遍的 但是只會 偷明車而已 好像我們這些 點數低的油渣呢 他偷來都沒有用 跑得不快 一定被警察速度的 那所以我們這些 你會清楚一個情形 就是說我們這些車本身 所以就不怕人家偷車啦 那如果你譬如你太多靚車 印度人都是經常呢 在我們這些區呢 都被人家老爆的 因為他們太過延耀身家了 就是有賓士保馬 拍攝在門口這樣 這樣 那就穿金大人 所以提醒大家 不要這麼做啦 那文著 大城市 必定會出現的了 白明漢 萬城 倫敦 尤其是 很厲害的 聯群結隊 有組織地文著的 就真的在看電影 那樣的 那所以呢 大家去大城市的時候 生活啊 各方面都要小心一點 那還有呢 經常會聽到 好像白明漢那樣 就會老人家 有些罪犯 他們是慣性地欺負老人家的 那怎麼會是欺負老人家呢 他不是說搶你老人家的東西 英國人那些罪犯是很狼死的 他是一下子搶你之後呢 就拿你的東西 或者是衝過來打你一身 才拿東西的 那我有朋友試過的 即是他 他晚上 去 幫外賣店做送餐 即是那時候他讀書年代 幫外賣店送餐 那 那 就外賣店賺錢 通常是貧窮區域的 那他做一些貧窮區域的送餐 然後呢 去到一個地址的時候呢 沒有人應援 但其實屋裡面有人的 因為其實 你去到一些貧窮地方的時候呢 晚上那些人是不敢開門的 即是有人開門 都不敢應援的 即是怕一些罪犯 OK 那就沒有人應援了 那麼呢 敲了沒有幾分鐘之後呢 已經 他回頭一看的時候呢 已經有一個人在離遠 用很快的需要跑過來 一跑到過來 就立刻起飛去踢他的頭了 他已經踏到地下 他踏到地下 他踏到地下的時候呢 那個人都已經不講任何事情了 直接拳打他 就一直打 然後另一邊又有另一個人過來打他 然後他已經說 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我給你了 已經給錢了 但那些人是不理的 即是我朋友已經開始 我給你了 我給你了 求要了 但那些人是不理的 照打 直到我朋友是動不動的時候呢 他才慢慢在你身上找東西 拿東西的 所以你會明白到 如果你住在一個好閘的區的時候呢 是真的很危險的 尤其是中國人 是被人的目標的 所以不要這麼傻 辛苦一點 都要住一些好一點的區 這個是我給大家的建議 另外 腦粒 即是剛才我朋友的情況 就是一種腦粒 性罪案 很恐怖的 英國的性罪案 不單止說男強姦女 是會有男強姦男的 即是 我也曾經聽過 在我們這邊地區呢 有些學生去到一些 不知道黑點的地方 即是比較危險的地方 那就是被人 被一個男人 雞姦了 所以是很恐怖的 那 但是呢 雖然我講到 好像很恐怖的 給大家聽 因為其實香港治安是很好的 香港的治安和破案率 都是很高的 但是問題呢 在英國有一個特點 就是 這些情形 是很危險 令到人心黃昏 令到你的心很不安樂 但是英國呢 的犯罪是很少死人的 因為呢 英國人呢 看事情的時候 就說 如果你做什麼都 你做那件事 令到有人死的話呢 就會是很大件事的 所以如果你 譬如在英國 那個罪犯殺了人的話呢 他是很大 就是傳媒會 報得很厲害 還有那個人呢 會被人認得很厲害 那個家庭都會受到很大的壓力 所以英國一般來說 那些罪惡是不會死人的 但是 你聽到我說 那些老粒的人 看你打到你 你傻 然後才拿東西 這樣 那所以呢 如果出了 生命的問題的話呢 那些人呢 都已經是 沒有回頭路了 這個中心監禁啊 籌理幾十年呢 是 走不掉的 所以英國呢 對於殺死人的認為呢 是很嚴重的判決來的 所以是很少有死人的 但是 有些地方呢 它是特別恐怖的地方就是 他們會有一些叫 Gangster 或姦的東西 就是聯群結對英國的 黑社會 但是又不是說 很有規模地 就是小小組織 幾十人那些這樣 那就是 在Lottingham是很普遍的 所以呢 之前都跟一個網友分享過 就是說 在Lottingham呢 是很多 槍擊案的 也都甚至被英國人呢 稱為呢 槍擊案的首都 或者槍擊案的中心的 所以Lottingham是很恐怖的地方 而對比來說呢 Nexar已經算是一個 很太平的地方 尤其是呢 如果你住外圍的地方 那就是非常之太平的 所以一般來說呢 香港人就會習慣住大城市 但是呢 在英國呢 是你住得越小的城鎮 越遠呢 是對於你的環境 和你人生的安全和治安方面呢 都是會更加好的 更加 就是住得安心的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經常都會推介一些人說 你住一些小城鎮 但是呢 交通啊 或者駕車 或者路程方面呢 是 快去到市中心 或者近市中心的 這樣呢 就是為之最好的選擇 因為呢 對比來說 小城鎮的治安是非常之好的 有陌生面口出現呢 那些人都會知道的 那通常的罪案率呢 就是 維持每個月 五十單以下 這樣 可以很低罪案率的 這些小城鎮 因為人少啊 對不對 OK 那就 不經不覺呢 又跟大家講了半個小時 了 浪費大家那麼多時間 那就 因為之後我還會錄 第二個 事情 跟大家分享的 那 這一 這一集 或者這兩個題目 這兩個題目的時間 就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觀看 有問題 繼續問 盡量回答 因為其實 越來越多網友看 也都越來越多問題 有時候可能會回得慢了 大家都見諒 因為我都盡力 因為一個人做而已 OK Thank you 大家時間 拜拜